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向村民打听医院所在 及这里的情况 村民居然说 这片森林在流血 时间回到1989年 新神不宁的皮特 凌晨五点便早早起床 赶到研究所 余悉的细菌报告出来了 上边显示样本未被污染 资料里说 埃伯拉病毒进入人体时 会先瞄准肝脏 免疫系统和内皮细胞 通过与外膜融合渗透的活细胞中 就像特洛伊木马 病毒一旦渗透了细胞的保护屏障 就会劫持细胞系统 来满足自身需求 早期感染症状 包括头疼 发烧和恶心 女主带着四只死猴的样本 赶往研究所 却赶上了高峰期 道路拥堵不堪 途中在后边跟着的猴舍管理员 拼命向他摁喇叭 女主被迫在高速路上停车 原来死猴的已解冻 带有病毒的猴血也渗了出来 她故意将管理员的车弄成故障 而后买来漂白剂 二人连忙将猴的尸体重新打包 用漂白剂将猴血漂白 赶在交警赶斗前完成了这一切 管理员装成修好了车的故障 女主趁机离开了 他来到研究所实验室门口 却发现自己的门卡已被禁用 这时皮特出现 他已知道之前自己判断错误 样板根本没被其他细菌污染 用自己的门卡帮女主开了门 与他一起检测 刚带来的新鲜猴的样板 经过一份操作后 显微镜下的样板果然发出了绿光 是埃博拉病毒无疑 二人紧急联系了上级 将检测报告发给卡特教授 莫非皮特已经被感染了吗 女主与圣校一起找到胡社所长 起初他还不以为意 直到女主告诉他 埃博拉可以轻易通过血液 排泄物 呕吐物等方式传播 感染了这种病毒的人 存活率只有10% 所长才真正意识到问题的严重 猴尸的工作人员很可能已经感染 并将病毒传播改了他们的家人 他们之后会出现头痛 大出血 心脏骤停 八天内流血致死 没有任何治愈方法 而此时传染源的A知识 还剩下一只猴道 他已经不吃东西了 毫不知情的管理员 正在处理粪便 给他喂食 皮特担心另一个闻了样子的同事 本被感染 可今天是周末 打电话他也没接 皮特来到艾滋病检测诊所 说服这里的护士 让他教会了自己如何抽血 打算背着别人 自己检测是否已被埃博拉病毒感染 而此时 本正在和家人在深深老林里休假 好在他想和妻子亲热事 被孩子们打断了 但他和妻子已有了肌肤接触 女主准备在A知识里 最后一只被感染的猴子 实施安乐死 并给房间彻底消毒 丈夫老杰 想替他去执行这个危险的任务 女主没有同意 此时他最需要的 是经验丰富的导师卡托教授的帮助 但卡托似乎在13年前做了什么错事 遭到了夜内所有人的排斥 时间再次回到1976年 卡托教授与罗兹来到伊万达医生所在的医院 女人们正在枪理死者的遗体 年轻的莫尼卡修女 正在给当地患者打针 经询问 莫尼卡修女称 伊万达医生并不在这里 她在童林更深处的村子里 自己已有好几周没她的消息了 修女为二人画出了伊万达医生所在村落的位置 让我们再次回到1989年 卡托教授 终于在女主的召唤下赶了过来 教授问女主 是否有人被感染 目前没有人出现任何症状 所有员工都被隔离了吗 我们无权隔离员工 即是说华盛顿周边有潜在接触风险 但当务之际 还是先要处理掉那只被感染的猴子 本终于回研究所复工了 皮特将病毒样本 是埃博拉病毒知识告诉他 本气坏了 你居然让我闻了埃博拉 他刚刚还和妻子在帐篷里有过亲密接触 皮特忙安慰他说 病毒并不是通过空气传染的 咱俩被感染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且接触病毒后 不可能那么快传染给别人 只要每天在这里咽一次血 坚持过21天窗口接济口 本想上报 可自私的皮特为了不被隔离阻止了他 便告诉他 即使你能忍 你的孩子也受不了 在不到二成二的笼子里待上21天吧 本天后放弃了 猴舍这边 穿橘色衣服的员工老婆 已出现了头疼的症状 却根本没拿他当回事 猴舍所长问管理员要走了H社的钥匙 想伸手去拿员工们摸过的甜筋圈 却还是将手缩了回去 所长将钥匙拿给女主 要他与教授秘密执行任务 以免引起员工的恐慌 在咕噜房里穿防护服时 教授告诉女主 这些猴子谈吐的狠准 攻击性换强 让他小心一点 二人在H社门口穿戴整齐后 开门走了进去 这里边既潮湿又阴暗 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 他们找到了这只 看上去病痒痒的猴子 随后小心翼地打开铁门 教授用铁杆固定住猴子身体 女主的护膜镜上 瞬间挨了病猴一记 精准无误的毒痰 他迅速稳定住情绪 将镇镜剂针头 戳进猴子胸口 注射了进去 猴子不动了 再看本这边 他意识到自己有可能已被感染 躲开了孩子们的拥抱 洗澡时连肥皂都不敢用 妻子看出他有些不对劲 追问下 本终于向妻子道出了实情 妻子被这个消息吓坏了 要他赶紧离家回实验室 向上级通报 完成灭猴任务的女主 与教授道过别后回家了 但教授仍不放心 回到猴树 看到与H社相邻的房间 G社里还有一群 被关在笼子里的猴子 发现里边也有一只病猴 或许病毒已经传开了 时间再次回到1976年 教授与罗兹 前往丛林深处的村落 去寻找伊万达医生 中途却被一群当地士兵拦了下来 说明自己的身份后 士兵带二人进了村岛 这里犹如人间地狱 到处都是烧油的房子与尸体 当地人用这种方式防止病毒传染 医生也未能幸免于难 这时有个生命的村民蹒跚走来 却被士兵当场击毙 迅速烧掉了尸体 教授取样板的机会破灭 只得再去其他地方寻找 新鲜病毒样板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喜欢这部剧的话 别忘了点击订阅钮 等待宇哥更新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我会在这里提前更新视频道 欢迎大家订阅收看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